因为离婚以后儿子是给我带 我以前又没有带过儿子 所以一个男子汉带儿子的方法 明明还是有很多的欠缺 衣服也不记得给他请饭 经常带着他一起吃外卖 我也知道这样的儿子的原谅也不好 就经常打地方给他 那时候我也是看着儿子很可怜的 也会经常因为儿子跟他联系一下 那这一离离了几年啊 两年多 反正他起初复婚就复了 因为考虑儿子嘛 我也怕儿子受后妈的欺负 看在儿子的份上来 我就跟他复婚了 不是那你要看在儿子的份上 其实完全可以把儿子接走嘛 接走 也没后妈来欺负他 我娘家是不同意的 反正就是各种理由 主而言就复婚在一起了 对 这个复婚在一起以后怎么样啊 最开始两三年 还是过得很明确的 那个时候儿子的那个层次学学 慢慢地提高了 我们全家都很高兴 大概从14年15年开始 他吃病了 动作续就做过两次大的手续 从那个时候开始 变得有点神奇痣了 从早到晚 倒个不停 我为什么要唠叨你呢 因为你老是叫兵呢 他有一个亲戚呢 因为叫兵呢 口腔死掉了 我说了 他还是非偶尔地去抽兵呢 我已经改了好多了 小兵老也不至于闹到这儿来啊 别人不也改了吗 还有 我觉得我生病了以后呢 他一点都不关心我 我叫他去买一点那个 我们本地的小菜啊 他也不去 他就坚决按照他的意思来 他现在越来越这个浇惯了 什么都要投的 投鸡 投鸭 投鱼 甚至于连买个小菜都要 支持我到离我们家上市 离地方的菜市场去买 其实我们家楼下就有一个超市 那是身体不舒服时候 才叫你去买那个东西了 身体型的时候 我也不要你做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 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 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 各个地区风土人情 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 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 自然也都上来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